第3647集 此处因为这荒漠天剑的异象已经暴露 还是早点离去的好 血神原本的衣服现在已经变成了红紫色 充满了血腥味道 前辈 我将会回到东江狱 用这炼花后的荒漠天剑打开弟弟的屏障 那就走吧 血神满不在乎的点点头 反正他已经跟随了叶辰 那叶辰去哪儿 他就去哪儿 如果你不怕我拖累你的话 我自会跟上次说的一样 跟随于你 血神走了几步 忽然停下身形 口气里有些严肃认真 跟他平日的放荡行骸大相径庭 前辈说的哪里话 我们是同伴吗 叶辰摇摇头 哪怕是之前那三个太真净强者 都是为了杀血神而来 他也没有一秒想要放弃血神 就好像血神没有一秒的迟疑 就以尽数守护他炼花荒漠天剑 毕竟那个时候 血神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死不灭的 这份真心与赤诚 他自然是看在眼里 好 我没看错你 血神高亢的笑声响起 回荡在整个虚空之中 叶辰刚想说什么 却是感觉 轮回墓地的荒老又有动静了 臭小子 没想到你竟然炼化成功了 这荒漠天剑的神威 比之前确实高出了一大截呀 轮回墓地之中 荒老悠悠地开口了 话音里面是满满的失落 这叶辰身上已经有大气韵笼罩 这样强悍的两柄巨剑 竟然都能够炼化在一起 荒老 这大概就是我的机缘吧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叶辰冷冷地说着 神念没有一丝触动 你也不用冷言冷语了 既然我在你轮回墓地之中 你我二人就分不开 听闻此言 叶辰的嘴角勾起了一丝冷笑 看来这荒老是来讲和的 荒老若是能够这样想 不再将一些邪念放在心头 那你我也并非不能和谐相处 叶辰 你不过还是个使缘境的小子 任凭你底牌再多 个人实力没有质变 依旧是无法抗衡大势力 虽然叶辰不想承认 但是荒老的这话说得再理 一直以来 叶辰的成长速度 已经算是逆天的天才了 但是想要达到 与太上强者比肩的实力 还有极长的路要走 小子 通过这件事 我已经感受到你的手段了 以后我会尽力地去帮你 荒老叹了口气 似乎在哀怨 这个时代岁月变迁 他这样的顶级强者 此时已经变成前浪 被叶辰这后浪 狠狠地拍挤在沙滩之上 希望荒老说到做到 叶辰轻蔑地笑了一声 荒老这副忠诚 他是半个字都不会相信的 如果不是古约后来的一番话 将荒漠天剑的 隐穴特性说了出来 这荒老多半还会 归缩在墓碑之中 这样的居心叵测 让人一览无余 世间禁忌绝不会这么简简单单的 就屈服他人 至少叶辰还不认为自己 有资格让世间禁忌如此 一日之后 叶辰和血神便回到了东江狱 东江狱之内 不过短短十天 叶辰再次踏入 发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的天生文印的关卡 已经更换撤离 从此打通了东江狱 与整个天人狱的连通 整个东江狱 在到吴江战外之后 陷入的厮杀暴虐行径 此时也再不可见 取而代之的是 井井有条的区域监管 九天前辈 还真是好手段呢 叶辰饱含笑意的声音 从东江神殿传来 那远在云端之上的神殿 此时已是九巅的神殿 原本到吴江享受的白玉鸣器 此时已经全部消失 门口的露台成了九巅的烟雾场 而那神殿之内 正放着之前 在灭道城的长桌 上面依旧是 喷香四溢的食物 九巅不休 坐在中间大块朵仪 你回来了 九巅还没有吞咽下 嘴里的食物 看到叶辰脸色顿时大喜 叶辰点点头 这是血神前辈 曾经参与过众神之战 九巅文言连忙站起身来 看向跟在叶辰身边的 这个有些爽朗的汉子 微微一正 而后道 众神之战 前辈快快请坐 若是不嫌弃可以尝尝 这些都是东江玉的美食 血神也不是什么端架子的人 此时 见到九巅 这副更为贴地气的打扮 也不客气 直接坐了下来 端起眼前的酒壶 一阵好饮 这才不过时日光阴 你这东江玉 治理得是井井有条啊 叶辰打句道 九巅晃了晃手 我哪有这样的本事 你看我灭道城就知道了 哦 那这是谁的手臂啊 叶辰记起当时 灭道城的混乱血腥 也知道酒店 不是治理城池的干将 哎 你倒是问我了 我还想说 那跟着你的小姑娘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才能 你是说 这都是若灵做的 可不是嘛 你走了之后 三杰继续执行灭道城的那一套 但整个东江玉几乎乱了套 幸好张家小姑娘来了 说她看在我帮了你的份上 帮我平定局面 叶辰露出了一道笑容 没想到那娇滴滴的大小姐 在经过这么多事之后 竟然能够掌管一座城玉 话说 你此番回来 可有办法破开那地底屏障啊 很有把握 叶辰说道 如今的荒漠天剑 比起断剑更具威能 想要破开地底屏障 应该是易如反掌 好 那我们明日就再闯地底 寻找神印 叶辰点点头 正好她也可以趁着今日 前去看望张若灵 这未来的张家守护人 已经颇具神采 神印 血神听到这里 有些好奇地抬头看了看叶辰 实不相瞒前辈 我乃此事轮回之主 遵前任轮回之主的指示 寻找神印 守护六道轮盘 之所以去允神岛 也是为了取断剑 展开覆盖在神印之上的屏障 血神点了点头 也没有继续追问 叶辰轮回之主的身份 并没有让她侧目 每个人都有自己背负的命运和因果 既然她已经决定跟随 那么不管叶辰什么身份 她都会全力相拥 有血神在场 酒巅明显多了几分拘束 充当领路人一般 引着两人再次来到这地底屏障之险 几日不见 我怎么觉得这轻壁池水的范围 好像又大了呢 而且 曾经视线所及的神印 这次似乎不在了 叶辰观察着这池水 有些疑惑 酒巅本就大大咧咧 对于这种小细节 哪里会放在心上 这么浓郁的灵权 还不是越多越好 那神印估计沉下去了 快点展开这特殊屏障吧 黑暗圆幅流转 这地底世界的光明全部隔绝 整个世界瞬间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黄魔天剑 叶辰唇齿翻动 避落黄泉途中的黄魔天剑 骤然射出 整个地底世界 如同有雷鸣之音 浩瀚而出 一缕缕的魔煞之气 伴着血色缤纷绽放 耳畔似乎有群魔乱舞之狂想 无数魔影坠落 在黑暗之中张牙舞爪 一抹极为恐怖的剑气锋芒 冲天而起 直接横贯整个地底 投射到远在天际的苍穹 这无比辉红的气象 让九天心头微颤 这竟然是 八大天剑之一的荒魔天剑 无上援兵的气息 打破无数的限制 一把巨剑 从夜沉身后浮现 萦绕着无比恐惧的天兵锋芒 亘古的沙发之气 血腥味道 在这巨剑上咆哮奔腾 给我破 剑气翻转 演化出无上神魔炼玉 星空斗转 苍穹失色 藤娇富海 紫电雷鸣 属性的画面 在这剑身四周沉浮 蕴含了无匹无畏无惧的 荒魔天剑 就这一下 将那屏障撕碎 露出了宽广的灵泉 果然是神兵啊 九天寒手 夜沉掌控此剑 额有一种傲视世间的 闭逆之感 既然已经剔开屏障 那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夜沉摸前擦掌道 荒魔天剑被他再次收起 与之同时 原本开启的黑暗原斧 此时也尽数消散 三人身影 已经掠过破碎屏障 朝着那尺底灵泉而去 与此同时 无尽雷霆密云之中 一道身影 矗立在雷暴之中 轰隆隆的雷暴之力 全部击打在他的身上 九天 夜沉 愤恨而怨读的声音 从那身影的嘴中嘶吼道 那竟然是从东江域 逃走的道无疆 如果不是 如祖虚影突然出手 荒老的夺命一击 道无疆必死无疑 他的本源大道是雷霆 如祖虚影 特将他送入这雷霆之地 恢复此身实力 此刻他已然恢复巅峰状态 自然对九天和夜沉 恨之入骨 此时东江域的事情 他早就已经通过眼线 有所了解 对于夜沉和九天的动向 自然知晓 如今这地底持权 对于夜沉和九天 已经不是秘密 他守护了上万年的神印 难道就这样拱手让人吗 不 他不甘心 雷霆命盘 无数雷霆从虚空之中倾斜下来 在道无疆手中 形成一个现雕命盘 一道道荧光电雷 在这命盘之上爆裂开来 哄啸的声音震颤整个密云深处 盈盈光般闪烁在道无疆脸上 将他整个人的脸颊 分割成无数阴阳碎片 什么 那命盘上唯一的指针 此时竟然变成了一道紫光之色 冷冷地指着一个方向 昆命所向 必生一亿 此次占卜 让道无疆面露惊讶 难道 他竟然是我进入地底的 唯一机会吗 还有 灯汁 词 小心 速温